在了解了国内生产总值测算的基本原则之后 我们再看一些特殊项目 有一些特殊项目 就是我们列举一些特殊项目 可能是我们关心的 要不要算在国内生产总值里面 一特殊项目 哪些包含在内 哪些应该排除在外 就是一些特殊项目的处理 有这样几个特殊项目 我们需要了解的 一个是住宅提供的户物 如果买了一栋住宅 这个住宅是2016年生产的 2016年建设出来的 我在2016年买下来了 但是2017年 我把这个住宅租给其他人 每个月的州金2000块钱 然后一年的州金24000块钱 我可以一年州金得到24000块钱的州金 那我们问题是 这24000块钱的州金 是不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 是不是总收入的一部分 看起来 我这个住宅是2016年生产的 只是在2017年给别人州住 然后产生这个收入 好像是不应该算在内的 确实像这样的一个项目 它是处在一个中间状态 是一个模糊状态 但是在统计上面 我们一刀切 这个住宅在2016年生产 2017年提供的服务 我们算在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里面 应该算在内的 因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住宅的所有者提供了这项服务 尽管这个住宅是2016年生产的 但是我们一刀切的 就人为的规定要算起来 那这样的话 也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部分 如果我在2016年购买的住宅 我没有住出去 而是我自己住用 自己居住 那么自己居住的话 那没有收入的 这个时候 这一部分 我自己居住的时候 会有一些享受 会获得一个住宅提供的各种各样的服务 那这一块应该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没有通过市场反映出来 要不要算在内呢 在国民经营统计里面 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测算里面 这一部分仍然一个算在内 就算是我自己居住 是这个住宅的业主自己居住 但是我们认为 他在2017年 为业主提供了持续不断的住宅服务 应该算在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里面 但是问题在于 他没有市场价值 没有通过市场周令 没有形成这个收入 那应该怎么计算呢 通过规算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 周边的跟他类似的住宅 每个月的住均是多少 按这个办法 把它测算下来 算成是这个业主自住的时候 他所享受的这个服务的价值 它构成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 这个住宅提供的服务 第二个就比较简单了 第二个这个政府提供的服务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是算在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里面的 但是第三个又有问题 我们还有很多经济活动 是没办法统计进来的 比方说我们通过现金交易 没有纳入到政府统计部门的这个统计范围之内 或者干脆就是一些非法活动 走私 石油走私 汽油走私 各种各样的走私活动 你根本就没办法统计进来的 甚至包括一些斗品走私等等 没办法统计进来 这些地下经济活动 虽然是没办法统计进来 但是它反映了过去一年 过去一段时期内的生产成果 比方说一些私人小的这个作坊 小的作坊生产的这个汽油 生产的这些钢材 然后它为了避税 为了逃避国家的监管 它是没有统计在这个统计体系里面的 但是它有生产 有销售 能够给社会提供价值 从这个道理上说 应该算住2017年的生产成果 我们不从伦理上考虑 不从道德上考虑 不管它合不合法 不管它合不合理 我们只看它是不是生产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 本来它是应该算到 国内生产种子里面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统计体系 统计体系的 没办法把它捕捉到 所以这一块应该计算 但是没有算在内 地下经济活动是没有计算在内的 第四项 第四项和住宅比较相近 我们刚刚说到过 如果我在2016年买的住宅 2017年自住 我所享受到的服务 算在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里面 那如果是我2016年买的汽车呢 2016年买的汽车 我在2017年使用 给我2017年带来了出行的方便 其实和住宅提供的服务 是性质上一样的 那么汽车所提供的出行方便 如果把它价值化 要不要算到2017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里面呢 在统计上面 一刀切是不算的 是不计算在内的 那么主要原因是呢 我们把住宅是看成是一个资本品 但是把汽车看成是一个滥用消费品 它不是资本品 而是一个滥用消费品 所以尽管它持续不断的给我提供服务 但是它是2016年生产的 在2017年提供再好的服务 不算在住宅 不算在这个 不算到这个2017年的产值里面 但是如果这个耐用消费品 如果这辆汽车 我不是自用 而是做这个专车 是供别人使用 我帮别人跑专车 如果在这个时候提供的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的部分 我们这样来算 是因为我作为司机所获得的收入 算到2017年的费用里面 算到201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里面 但是在我拿到这笔钱里面 如果每跑一次 我拿到50块钱里面 其中可能有20块 是我作为服务所获得的收入 算到2017年的产品里面 但另外的30块 是这辆汽车本身带来的 它反映的是过去的情形 2016年的情形 那么这30块是不能就算在内 换一句话来说 就算我拿一辆汽车 做这个专车使用 这辆汽车变成资本品 但是在计算2017年的 国内生产总值里面的时候 只计算我提供的司机服务 驾驶服务 而汽车本身提供的服务 是不算在内的 这是耐用消费品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么这四个方面 是在国内生产总值 核算的时候 可能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些方面 大家要注意的一些内容 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测算里面 我们意思在说是国内 国内 跟国内相对应的 没有另外一个概念 国民 一个是domestic 另外一个是national 这两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关注的不是这个国境范围之内 所有的企业 不管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 只要是在本国境内生产的 这是国内生产总值 但是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我们关心中国的国力 关心中国的财力 关心中国的生活水平的话 那我们应该关注的是 归中国公民所有的这些产品是什么 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国民生产总值 或者国民总收入的概念 以前我们叫做GMP 国民生产总值 现在涉嫌银行统计里面 换了一个叫法 叫做国民总收入 本质上是一样的 有细微的区别 但是本质上基本上是一样的 细微的区别主要是对这个 间接税的处理上面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原则上面是一样的 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公式 GMP和GDP之间的关系 因为GDP只计算境内的 境内的这个产值 所以要从GDP中找到 国民生产总值 国民总收入的话 我们首先加一下 本国公民 本国居民或者本地居民 在境外获得收入 因为这是不归本国所有的 这要加进去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 在GDP里面 有一部分是 比方说归苹果所有的 苹果手机 归苹果所有的 归美国公司所有 不归中国人所有 我们也把它扣减掉 也就是说 减掉国外 或者是境外 它的居民 在本国或者本地 所获得收入 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 苹果手机的收入 它的一大部分 应该是归 归这个美国人所有的 其实还有一部分 它不算在中国大陆的GDP里面 它是台资企业 富士康是台资企业 所以还有一部分产值 是归台湾居民所有的 如果我们测算的是 本地的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话 那这一块呢 也是要把它排除在外的 那这样的构成 把这个加上一部分 减掉一部分 得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 Groofs National Product 国民生产总值 或者另外一个叫法 叫做了国民总收入 Groofs National Income 国民总收入 这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Groofs National Income